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水都威尼斯 在意大利酝酿已久的一日游入城费 4月25号正式生效了 如果你是在这边一日游的不过夜的话 那么就要支付5块钱欧元 大约是新台币175块的观光税 但当地居民就说了 你怎么会把这个水都变成了主题乐园呢 生怕可能会影响这个游客来消费的意愿 但是当地的市府说 这是一个尝试性的这个试验性的一个措施 如果对旅客影响不大 那么其他的城市可能都要跟进了 好这月25号也就是意大利要庆祝了 这个法西斯统治的国定假期 那么也开始实施了一日游的入城费 这个就是在维尼斯 也是全球第一个制定入城费的主要城市了 引发骂声一片 那维尼斯市议会就说 这是一个希望可以减少一日游的旅客 让大家多多观光 可能住个三天两夜 四天三夜等等减轻居民们的地方税 1324小时以来 已经有5500多人登记了 意大利国定假日的25日的门票 光第一天就进账了27000多欧元 折合台币96万块 那么入城费的制度如果成功降低了地方税 那么其他的意大利城市就要开始纷纷跟进 好美国参议院表示要通过TikTok的剥离法案 那么现在也要求TikTok在九个月之内 要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博专家就说了 美国光是禁止TikTok 就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国安卸资的问题 尽管这问题让我们忧心忡忡 国会以及政府必须彻底解决的反而是 情资外系的问题 因为如果TikTok离开 自节跳动宁愿收掉这款应用程式 也不愿卖掉 另外TikTok只占自节跳动的总营收 跟每日活跃用户的一小小部分而已 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 自节跳动宁愿关闭美国的这项应用程式 也不愿卖给潜在的美国买家 好在25号晚间的8点59分 中国大陆成功发射了神舟18号的载人飞船上太空 而这次太空人预计要出差半年了 那也点出了这三位太空人 其实每个年纪都是80后 那么他们这一次主要任务 在太空船上尝试养鱼 好大家想想看 太空船上可以养鱼吗 如果实验成功意味着 人类在太空是有自己自足的能力 还可以更上层楼 倒数发射 大陆神舟18号载人飞船 搭载长征2号F火箭 25号晚间8点59分 在内蒙古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写下大陆航空史重要里程碑 这次升空其中一个亮点在于 直行成组的太空人都是80后 而且是空军飞行员出身 选在封场较大的四月发射 就是要测试看看强化过的天气预测 和沙尘预防有没有完善 预计在太空站停留半年 过程中除了出舱活动 还会着重在太空进行装置防护与回收 今年10月下旬返航回东风着陆场 本次太空人出差 预计会有不少新挑战 最受瞩目的就是在太空养鱼 首次带上脊椎动物斑马鱼 要是看看能不能成功生存发育 但太空是无重力环境 养鱼究竟会如何 为了让鱼能在太空活 这次也带上金鱼早实验 透过行光和作用 制造养分给斑马鱼 建立封闭式的自循环系统 氧气二氧化碳 自己产生吸收 返航时会带回斑马鱼 产的卵再进行研究 斑马鱼不只生命力旺盛 繁殖力强 跟人类的基因 还有高达七成以上的相似性 如果实验成功 未来人类上太空 自己自足的能力会更强 记者中期联合网续报导